作词 李宗盛 给了我爬光的眼瞳赤裸 适量的湿暖的我只能 尽凭直觉揣测 啊 爱情是如雨造化我 啊 情思善执着 我不为这世界 众生如何带我 冲破 挣脱 何以变成些闪落 自由片和碎落 以爱问伤何 我的存在 不会因情绪而予以残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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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姐先好好歇歇 春桃就宿在隔壁 小姐有事换我就好 嗯 爹爹 我在这边已经安顿下来了 你们可以放心了 魔神 魔神 魔神我也已经找到了 只是 现在还不能杀了他 来改变魔神灵师的宿命 不过 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个柔弱的凡人 把他在冰天雪地里跪着 先让他吃点骨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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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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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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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真一直跪着呀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小姐 你醒了 我眼那大风吹得跟狼嚎一样 您睡得可还安稳 他怎么还在这儿呢 你看到了吗 这都第三日了吧 你可真够硬的 得罪了二小姐 没得好锅子吃 肯定是装的 这里每个人都那么讨厌他 他要是不装得可怜一点 日子会更不好过 谢谢 谢谢叶小姐 叶小姐真是活菩萨 这么多年来 每封初一时我都亲自来捉捧失众 雷达不动画 还蛮好 我也去庙里求一求 保佑他和六殿下早点成亲 不用谢 生他三五个小王孙 不用谢 小姐 六殿下昨夜派仲泰送信来 说他今日休目 不用谢 会来周腾帮忙 这算算实差也该到了 你把勺子给我快去打扮打扮 不用了 对了 拿好了 谢谢 谢谢 仲泰跟我说昨日他们去练兵 在城郊遇到了二小姐 那个扑腹还不肯放过六殿下 不可口出恶言 不用谢 二妹已经嫁人了 此番胡闹 怕是以后在京中的门声更加不堪 你听来的这些闲话 也不要去祖母和爹爹他们面前说 小姐 不用谢 你还替他担忧什么呀 以前仙瑞子 不用谢 为他推得坠了湖 他染了风寒 老爷他们不也没罚他们 以后不许再提此事 那好了 谢谢您 叶小姐 不用谢 把这边都清洒一下 六殿下到 我该回去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 这就要走了 你是日渐黄昏了 再不回去 怕是要被家中长辈责怪 失了体痛了 我这些日子在城外练兵 圣国的军营有一大半的规矩 都是叶大将军顶的 等回了城 想和你多说几句话 没想到啊 还有你们叶家的规矩等着 殿下说笑了 叶家规矩大 并长期有习惯了 叶家规矩再大 也没有二小姐大 就连锦国的质子 都要被他发去贵宾了 澹台晋去贵宾了 澹台晋虽是质子 却也是锦国的王子 叶熙悟怎可如此的侄辱 罢了 与那刁蛮之人 全无道理可讲 你追乎之后 身体还未大好 今日早先回去休息吧 也罢 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你那个恶毒的夫人 已经把你跪在这里四日了 这样下去 你真的会死的 还是真心要置你于死地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二小姐 二小姐 二妹妹 我知道方才在湖边 你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大姐 今日六殿下来看你 你打扮的花枝招展了 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洛汤鸡 感觉如何呀 二妹妹 我平日和你无冤无仇 何必苦苦相逼呢 这话你和六殿下去说吧 我真不知道你学了什么狐媚之术 把六殿下迷得团团转 看都不看我一眼 还有那个毫无负德的谭台剑 竟也被你勾引 既然他那么爱出疯头 既然他那么爱出疯头 我就让他出个够 冻死了 也不过就是过去跟总母说一声 叶冰长 我也不怕告诉你 你再怎么折腾 过不了几日 谭台剑一定会死 只要你们都不出现在他面前 六殿下就只能喜欢我了 真是个狠毒的恶妇 有人过来了 这府里怎么总是乌鸦飞来飞去的 真是晦气 好像姑爷来了以后就一直这样 太阳又落山了 这天寒地冻的 再跪下去 他可能真的活不过今晚了 他是死不足惜 可是如若邪苦复苏 麻烦就大了 姑爷 对不起啊 祖小姐 我没看见您在这里赏月 对对对 弄失了您的衣服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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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这么冷 谭台剑全无修为 衣服又湿透了 他顶不住的 小姐 不 去走 你活了 我心里的 你活了 你活了 还让我啊 活了 你活了 ned快 你活了 小姐 们 这儿 不寒地冻 请回吧 不用劳烦你 亲自来监看我受刑 谁说我是来监看你了 我只是 我只是 只是什么 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 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 是 我便是死了 又和了二小姐亲自来为我收尸 这世上 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 多如过江之计 说不定到时候 会成群结队地来向你 登门道贺呢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会可怜你了 可怜我 不行 小魔神已经冻蔫儿了 再这样真的会死 算了 以后有你报应的 这斗篷难看死 我不要了 送你了 二小姐的衣裳 我不敢领受 若是二小姐不喜欢了 明日叫春桃拿去扔了便是 你 二小姐还有何事 看吧 李素素 这小魔神根本没血没肉 你明明可怜他 他却还阴阳怪气 但凡这魔头还有一口气 就不能给他一丁点膳心 有这好心 不如多去喂喂狗 敢化敢化山肺 小不忍刺乱大梦 小魔神死不足惜 可三界四周的性命 可三界四周的性命 还都压在他身上 还都压在他身上 谭谭静 你不要装死啊 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 这个景象似曾消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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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 然后化身成魔了吗 谭太监 谭太监 醒醒 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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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是你叫我啊 我叫你 快进来 小姐 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 你说什么胡话啊 赶紧去烧洗澡水越快越好 救人要紧 快一点 小姐 小姐 你方才 怎么跟顾业抱在一起了 我们不是夫妻吗 那人间的夫妻 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 人间 快看看洗澡水烫不呢 好 小姐 水不烫了 春桃你先回去休息吧 好的 小姐 这些伤 是被叶熙误打的吗 这些伤 你早知道小魔神若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也不会赔上四周三界的前途 来跟他赌这口气 快缓过劲儿来吧 拜托 拜托 你可是魔神 为了四周三界 你也不能死啊 潘台剑 你真可怜 又是你 每次当我冰死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 我一直都在 我知道 你就在我的身体里 你想要他吗 还不是时候 不要着急 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 呵呵呵 是啊 二十多年来 这副神曲给了你什么 只有疼痛 饥饿 寒冷 屈辱 还有受困于人 有朝一日 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 将灵魂奉献给我 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 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 无所谓 不管是这副身躯 还是什么灵魂 你若想要 随时都可以拿去 我不稀罕 谭台剑 耐心鲜 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 汲取无尽的怨恨 你背负着命令的诅咒 注定不得擅住 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 生命走到尽头时 我会来接受你的陷阱 原来 五百年前 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 可惜四摸神临时 到处都是灼气 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 生为魔胎 身负邪骨 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 长什么样子啊 究竟哪一根才是邪骨 没摸出哪块骨头有什么不同啊 你在做什么 你也想玩 夜西雾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你管我玩什么花样 你既然醒了 就赶紧起来穿衣服 别泡在水里面装死 去哪儿啊 去湖面 还没有天亮 你不能去 你给我站住 今日不许去了 以后也不用去了 为什么 你是我的人 天天跪在外面人来人往的 不是丢我的脸吗 那真是抱歉了 我累了 我要睡了 你不要跟我说话 爹爹 你们送我过来时肯定想不到 你女儿 要和摩世睡一个被窝 你这样是干什么 快点坐 坐完我也要睡觉了 我去 做什么 当然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你 不记得了 不妙 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 我记得呀 我怎么可能会吧 你等我一下 我有点客气 春桃 我要喝茶 我 你快告诉我 我每天晚上和谈胎镜都要做的 是什么事情 小胎呀 自从小姐你嫁给姑爷之后 便心气不顺 所以每晚睡前 都要抽姑爷一顿鞭子 才肯解气 这是鞭子 她了吗 鞭子放哪儿了 就放在小姐你褥子底下 要抽多少下 这可说不准 看小姐你心心吗 这么长个骗子 也希望你果然是个变态 李素素 你从前斩妖除血眼睛都不眨 臭鞭子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这一边 你且替五百年后的魔死人受着 魔人 这都是你应得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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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素素 你到底在干什么 如今她还不是魔神 任打任麻 逆来顺手 欺负她折磨她 就能阻止魔神降临了 这样 只会让你心中更加难受 好 defender 你就能做出质 他多不胜 要那些什么 起床 是此刻 没有 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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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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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